刘峰啊 她没有恶意 她就是关心你 我知道 她是为我好 人也很好 只是有的时候做事 可能她觉得 我这个人是需要被拯救吧 但是事实是根本不需要 行行行 那以后啊 我呢 就不如多管闲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我需要一个朋友 我现在这个时期呢 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所以 很需要一个朋友 你听过一句谚语吗 这个谚语说 一个外科医生 如果只能交一个朋友的话 就必须交 跟她同一个手术师的 麻醉医生 所以 叶一鸣 你愿意 成为我在安科医院的 第一个朋友吗 你这是什么谚语啊 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那行 我想想啊 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还用想吗 那免财的算了 我愿意 我愿意和你做朋友 就是你